请回头 欢迎小莲 欢迎千禧 欢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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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莲 是放在那个 欢迎两位 两位也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王源 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 大家好 我是一扬先生 我来问一下 两位都是带着礼物来的 对 刚刚已经是烫的是吧 送的是什么 是太重 太重了 因为我今天带的是一个火锅来 火锅 对 今天才去买的 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来 是这样 因为 今年小凯生日会是在重庆开 然后重庆呢是小凯的家乡 那 其实回到家乡 其实应该在外面工作一年 很想念家乡的味道 所以说就送一个火锅 希望能够时常的想起家里 然后很开心的 对 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吃火锅 火锅 喜欢吃火锅吗 还可以 谢谢小元的这份礼物 千禧 我带来的是一根钢笔 然后是永恒笔 就是写下去不会 就那个印记不会消失掉的 对 然后就是希望小凯能说一下自己永恒的青春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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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交给 就放在这个桌上交给小凯吧 来 谢谢 谢谢 好 小凯 生日的话 通常都要许一个愿望的 所以接下来来许一下属于自己的愿望 好不好 愿望一般要说 就最后一个愿望留在心底 可以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两个吗 不可以 好吧 谁让你现在已经是个大人了 就把这个秘密放在自己的心底 好不好 那接下来三位一起来拍一下合影 让大家记录一下这一刻 好吗 好 来 在蛋糕旁边吧 来 一起 记录下这一刻 谢谢 我们再次要感谢千玺 感谢小元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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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